40岁的大陆级配偶是15年前嫁到台湾的 那么凶贤自首的时候是说 他把钱通通交给前妻来投资 妻子去外遇才会痛下杀手 但是这个女方的妈妈出面反控 明明就是这名男子自己爱赌博 欠下了90万卡债 还是她的女儿帮忙还债 因为不堪长期被家暴才会离婚 本来一度为了孩子复合 但是一直被打才又搬离住处 4月份申请过保护令 没想到还是丢了信念 王姓女子身中16刀 全身都是血被紧急送医抢救 但是伤口升级腹部仍毁天法术 让妈妈难过的说要带女儿回到大陆 她就叫我一句妈妈 我说妈妈以后带你回去 我说好了以后我就带大陆去我回去 我们不要在台湾了 恳心伤害前妻 国姓男子自首后生成 8年前曾经出钱当保人给前妻炒房 前妻却外遇 这是岳母否认 还说是古姓男子爱赌博 签下90几万的卡债 女儿省吃俭用 帮忙还钱 可以90几万卡债 欠那么多钱 我女儿还钱 我女儿就慢慢还钱 她一分钱都没给 都是我女儿赞的 这我赞的 王姓女子15年前嫁来台湾 因为不堪家暴 去年7月离婚 离婚后10天 两个人复合同居 但又遭到家暴 于是王姓女子搬家 4月拿到保护令 没想到还是丢了性命 她就是反映她外面有啊 其实没有 我说她有了呢 她怕她离婚 还绑回来住干嘛呢 古姓男子与前妻有两个儿子 前妻与南房仲 投资房地产 在头份证 就拥有两间房 隔成20几间套房出租 古姓男子怀疑 两个人早就外遇 她就是没有 跟人家有关系 然后爸爸在那边怀疑 就读国中的儿子 承受父亲杀死母亲的痛 还乖巧地帮阿公 整理资源回收 一个家庭四分五裂 只剩下祖孙 互相依靠 记者彭光许 妙力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儿 先生 感谢观看